眼泪决定放下天数 我哭 我哭 熊妹 一杯水也没有哭满 放下零天 老师 我哭出来了一点点呢 没有哭满就不能放假 完了 我也哭不出来 我要想个办法 冬葱 我拖 小辈 你怎么已经开始哭了 眼泪都已经流出来了 老师 我要放假60天 放假60天 要哭满一桶水 我哭 我哭 老师 我哭满了 小辈 哭满一桶水 放假60天 小辈 你怎么还在流眼泪啊 老师 我止不住眼泪啊 羊虫太辣了 我要接着放假 我还能再哭一桶 依然只能选择一次 你只能放假60天了 好吧 小雪 该你哭了 老师 我要放假10天 给你杯子 我哭 我哭 小雪 你要掉眼泪啊 老师 我哭不出来 小雪 给你辣椒 好辣 好辣 小雪 你眼睛都红了 怎么还不掉眼泪 老师 我还是流不出眼泪 有了 小雪 这是你的期末事件0分 妈 我竟然烤了0分 小雪 你眼泪流出来了 小雪 哭满一杯水 放假10天 别哭了 小雪 几时你烤了100分 太好了 黑暗魔王 你来哭 老师 我要放假100天 把玉缸哭满 我哭 我哭 黑暗魔王 你这么快就哭满了 对啊 老师 我是不是可以放假100天了 黑暗魔王 放假100天 耶 太好了 哎呦 糟糕 被发现了 黑暗魔王 放假0天 黑暗魔王 你作弊了 你不能放假了 大宝 只剩下你了 老师 我要放假999天 999天 我就是要放假999天 大宝 你能把教室哭满 就放假999天 大宝 你少吹牛了 你才不会把教室哭满呢 哼 我就是能哭满教室 我可是有精灵仙子的水魔法呢 我一定能把教室哭满 哭 我哭 大宝 你竟然真的把教室哭满了 清灵之力 大宝 你不能放假999天 你是用了我的水魔法才哭满教室 完了 被发现了 大宝 放假0天 哼哼 灵蝶 早知道我就不耍小聪明了